你好!欢迎大家收看中国明星的新闻,这就是今天的新闻,白露与任佳伦的合作之路,因相似经历而成就的荧幕默契,白露和任佳伦之所以搭配得很好,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相似的经历,他们都事后新生代演员都曾参加过选秀节目,然后凭借出色的表现踏入演艺圈。 两人在成长过程中都经历了种种挑战和困难,对演艺事业充满热情和执着,他们在工作中的共同语言和理解,使得他们在合作中能够更加默契,呈现出更加出色的表演和化学反应。 因此,白露和任佳伦之间的默契和搭配,源自于彼此相似的成长经历和对演艺事业的热爱。 白露和任佳伦在过去一年中合作了两部剧《周生如故》和《一生一世》,这两部剧都收到了很多好评。 观众们对他们的演技和默契都给予了高度的认可,这也让人们对他们未来的合作充满期待。 希望他们能够再次合作,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。 他们的二大声音也一直受到关注,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的作品中再次展现出他们的默契和配合, 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。 白露和任佳伦之所以受欢迎,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演艺圈中有着出色的表现,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。 无论是在影视剧还是综艺节目中,他们都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和魅力,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支持。 任佳伦在《小南辰》中饰演《周生辰》一角,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和深厚的内在情感,让人印象深刻。 他在剧中展现的青色、阳光的形象,深深地吸引了观众的目光,成为了众多粉丝心中的小南辰王。 而白露则在《璀石仪》中饰演《十一》一角,他为爱痴狂的形象深深地触动了观众的心灵,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和情感表达能力。 他在剧中所展现的红衣下的柔情和坚毅,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支持,成为了众多观众心中的时宜。 除此之外,白露和任佳伦都有助勤奋努力、专业敬业的工作态度,以及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坚持。 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,赢得了观众和粉丝的任、可和支持,成为了当今影视圈中不可或缺的人气偶像。 因此,白露和任佳伦能够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支持,不仅是因为他们出色的演技和作品,更是因为他们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坚持,以及对粉丝的认真回馈和关爱。 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继续取得更大的成就,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。 他们用自己最扎实的演技和合作,成就了这部剧,同时也成就了他们自己。 如今,随便两人的一个话题都能掀起话题的热潮,两人的剧也不断被无数遍地刷。 各大平台都是两人的作品和活动,今年的两部剧可以堪称是风神之作了, 也能看出他们的演技和颜值都经得起考验,经过慢慢地对两人的了解才发现, 白鹿和任佳伦竟有太多的相似经历,自然默契感更强一些。 他们的默契不仅体现在演技上,更体现在生活中的种种细节之中。 他们在一起时,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,只有他们之间的对视和微笑。 他们的合作不仅仅是工作上的默契,更是心灵上的契合。 这种默契和契合,让他们的作品更加出彩,也让他们的关系更加牢固。 白鹿和任佳伦都是出色的演员,他们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 他们在塑造角色时,总是能够深刻地理解角色内心的感受,将角色演绎得十分立体和丰满。 无论是喜剧还是正剧,他们都能游刃有余的驾驭,展现出出色的表演功底。 他们之间的合作更是默契十足,每一次对手戏都能让人看出彼此间的默契和配合。 他们不仅在舞台上有着出色的表现,在生活中也是彼此的知己和朋友。 他们相互扶持,共同进步,成为了彼此生命中重要的存在。 白鹿和任佳伦的作品一直备受瞩目,他们在荧幕上展现出来的精彩表现让观众们深深着迷。 他们不仅有着过硬的演技,还有着耐人寻味的颜值。 他们每一次出现在观众面前,都能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,让人对他们的作品充满期待。 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成就了今天的辉煌,也成就了观众心中的经典。 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一步步优秀的剧集,更是观众心中永远闪耀的明星。 白鹿和任佳伦之间有着太多相似之处,这种相似让他们更加默契。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,他们总是能够默契配合,互相扶持。 这种默契不是一蹴而就的,而是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和磨合而来。 他们彼此间深厚的友谊和信任让他们能够克服各种困难,共同创造出更加优秀的作品。 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成就了今天的辉煌,也成就了彼此。 他们是彼此最好的搭档,也是观众心目中最闪亮的明星。 白鹿和任佳伦在影视圈中已经站稳了脚跟,他们用自己最真挚的情感和最扎实的演技征服了观众。 他们不仅有着出色的外表,更有着过硬的专业素养。 他们每一次出现在荧幕上都能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,让人见识到他们多样化的表演魅力。 他们用自己最真挚的情感和最扎实的演技征服了观众,也征服了整个影视圈。 他们用自己最真挚的情感和最扎实的演技征服了观众,也征服了整个影视圈。 任佳伦是一名多才多艺的艺人。 他在乒乓球领域也曾有过辉煌的表现。 作为一名运动员,他展现出了顽强的毅力和坚韧的品质。 然而,命运的转折让他不得不告别运动员的身份,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生活的追求。 受伤离开球队后,任佳伦并没有沮丧,而是选择了另一条道路,进入了演艺圈。 他凭借着出色的演技和与生俱来的天赋,逐渐在娱乐圈展露头角。 他的坚韧不拔和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,赢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一致认可。 在演艺事业中,任佳伦展现出了与他在运动领域同样优秀的表现。 他不断挑战自我,塑造出一个个深入人心的角色,为观众带来了许多精彩的作品。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对梦想的执着追求,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和榜样。 任佳伦的故事告诉我们,无论遭遇怎样的困难和挫折,只要心怀梦想,勇于追求,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。 他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人生中的另一种可能,也激励着更多的人去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。 聂欢是一位非常独特的人物,他在戏里戏外都展现了一个痴情的好男人形象。 他的性格开朗,让人感到温暖和舒适。 在合作过的男演员中,也没有传出任何绯闻,这显示了他的专业和正直。 他的情史杆静得像一张白纸,让人对他充满敬意。 聂欢的爱情生活是非常独特的。 他只爱过一个人,这种专一的爱情触动了许多人的心。 他对白露的爱是真挚而深沉的。 让人为之动容。 在这个充斥着各种爱情故事的世界里, 聂欢的爱情显得如此珍贵和难能可贵。 聂欢在爱情中展现了坚定和忠诚,这种品质让人深深敬佩。 他的爱情故事也给人带来了许多感动和启发。 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,像聂欢这样的好男人实在是太难得了。 或许正是因为聂欢如此干净和善良, 他才能在演艺圈中立于不败之地。 他不仅拥有出色的演技,更拥有一颗善良的心。 这种品质让他成为了众人心目中的楷模和偶像。 聂欢的爱情故事也给人带来了许多启示。 他展现了爱情中最真挚和美好的一面, 让人感受到爱情的力量和温暖。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,爱情是可以如此纯粹和美好的。 无论是在戏里还是在戏外, 聂欢都展现了一个好男人应有的品质。 他的性格开朗,善良而坚定。 他的爱情故事也充满了温暖和感动。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, 聂欢会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美好和温馨的故事。 这两位演员的敬业精神和出色表现确实令人佩服。 他们在演艺事业上的努力和才华都是无可挑剔的。 即使参演的剧目众多, 但他们都能够展现出独特的魅力, 并且从未接触过相似的人物设定剧本, 这种专业和独特性让人印象深刻。 这两位演员的作品中, 我个人也非常喜爱他们的表演。 他们在作品中展现出来的才华和魅力让人难以忘怀。 或许正是因为他们在作品中的出色表现, 让观众认为他们是最美丽的相遇。 就像齐逢对手一般, 在影视作品中相遇的他们, 彭彷在博弈中展现出最精彩的一面。 他们的作品让人感到惊艳, 也让人期待着更多精彩的表演。 期待着这两位优秀演员未来更多的精彩作品, 为观众带来更多感动和惊喜。 任嘉伦和白鹿是一对志同道合的强强领角, 他们二人都秉承着最初的梦想, 走进娱乐圈。 虽然都非科班出身, 但凭借自己的努力, 给观众带来了许多优秀的作品。 希望他们能够一直走在花路上, 在之后的演艺生涯中越来越好。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保持初心, 不忘初衷, 不断进步, 为观众呈现更多精彩的作品。 愿他们在事业上获得更多的成功, 也希望他们的友谊能够长存, 共同成长, 共同进步。